请翻到这个四歌三百四十五首 第一节 我们一通来选读第一节的话 我当如何爱我的主 如何奉献 使他欢喜 不少离开他的道路 学习如何与他亲密 就这一节四歌希望背下来 就成为我们的生活 我们唱一下好吧 我当如何爱我的主 如何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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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他欢喜 不少离开他的道路 学习如何与他亲密 这四句话 我当如何爱我的主 因为我们是印着他的大爱 帮我们征服 所以我们成了他命下的儿女 他一生都在他爱的供应之下 我们要长大成人 虽然我们在座的几天好像是重点念讲的 所以我们在座面前都是住所爱的孩子 所以第一句话就是说 我当如何爱我的主 因为我们一得救的时候 神的爱 接着圣灵都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 这个爱不是我们天爱的爱 是神圣的爱 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要用这个神圣的爱来爱主 第二句话就是说 我当如何奉献使他欢喜 奉献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一切所有所事都愿意摆在主的手里面 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主是用重价把我们买来 成为他名下的产业 所以我们奉献给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得救了以后 我姓我素 我的家庭啊 我的事业啊 祝不能弄我 我一得救了 就要把我的一生 家人 二女 产业 所有的一切 都摆在主的手里面 他来负责 那么第三句话呢 他说不少离开他的道路 他的道路啊 就是世的家的道路 也就是生命的道路 那这个道路啊 在马太夫人形容啊 好像门是窄的 路是狭的 进去的人也少 但是我们走的路啊 就是不走世界的路 我们要走 神家里 照会的路 在照会里面有神 神在照会里面 要把他一切的丰富 借助许多的佩达生活 他要把他自己分射到我们里面 我觉得最后一句话 可能这是我们一生之久的一个生活 要学习如何与他亲密 那这个亲密到什么程度呢 我自己的经验呢 就是当初我和我四妹见面的时候 还没结婚 他住在北部 我住在南部 就莫名其妙地 睡觉也罢 吃饭也罢 上班也罢 都会想到他 奇怪啊 他的也会想到我 那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是一个爱的故事 所以最后这句话 我觉得非常的宝贝 我们和主啊 要学习如何与他亲密 因为活在爱里的人啊 没什么忧愁 对 活在爱里的人呢 会啊 联想周围呢 会少一点 活在爱里的人呢 吃得下 睡得着 做的梦啊 都是美梦 所以最简单就是说 年轻人认识了 被死贪恋爱的时候 还没生活在一起 那个爱啊 你很难解释 到底怎么爱对方 但是也没人提醒 莫名其妙的 睡觉做梦吃饭 都会 恋慕对方 那对方呢 也没有要求 但是他就是恋慕另一遍 所以我们和主的关系啊 我觉得第四句话 非常的宝贝 和主建立一个 亲密的生活 亲密的生活 就是说得半一点 获出贪恋爱 那为主也获出贪恋爱啊 我们读一些神经好不好 帖撒罗里加前书第五章 第十六节 十七节 十八节 要常常喜乐 不足的祷告 不足的祷告 第一个要注意的 第一个要注意的 就是不要消灭那灵 不要藐视神焉者的话 但要凡事查验 善美的要吃手 各种的恶事 要原地尽做 Amen 下面就 主就给我开了一个包单 就是二十三节 且愿和平的神 亲自是我 神明 又愿你们的灵魂是净子 得梦保守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 得以完全无可自责 最后一句 二十四节 那招我们的是现实的 他也必做成这事 主帮这个话摆在这里 因为我和我姊妹 生活了这五十几年 在这些话里边有点炒练 有点经历 今天早晨 他愿意和我佩达着来交通交通 我们是神的儿女 是用重家帮我们买来 得救了 罪得赏免了 免许沉沦了 出生了 有的神的生命 神的儿女 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啊 我们是神的儿女啊 我们是神的儿女 原来我们是堕落在世界的里面 无路可走 但是有一天 别人向我们传福音 我们就接受了主耶稣 做我们的救助 我们的罪也通通 他在世间都挑担担当了 那之后呢 我们也不会下地狱了 免修沉沦嘛 就出生了 神的生命就进来了 我们就得了神的生命 我们就是神的儿女 所以今天我们过教会生活 就是神儿女在这里草炼 如何地过一个得胜者 最终到我们主耶稣到了国度的福音 我们传遍君子之地之后 主耶稣就再来 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 他要做王 那你我做什么呢 丁子妹你我做什么呢 做王 我们要和他一通灯宝座耶 我不要小看自己 在这边的都是王女 在这边的都是王子 这不是姿态神分嘛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说圣的儿女 那不是王子 不是王女 那你能说什么呢 所以我们是王女 我们是王子 但是王子王女要等宝座 需要生命长大 因为你比方说在座里 可能有孙子孙女 她在三岁半 你叫她坐在宝座上 她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她坐不住 所以我们需要接着教会生活 在生命里长大 昨天晚上我们曾经说 主啊创造了万有 借着万有啊 围住我们效力 叫我们好在生命里长大 所以我们得了救之后 既然是神的儿女 就要过教会生活 在教会生活做什么呢 我们不是听命里长大 也不是听这个太南教会的 这个长老弟兄啊 在这里哇啦哇啦的讲一场 还是这个山东国语 六弟兄都听不懂我 但是呢 我还要哇啦哇啦的讲 讲什么呢 因为我是过来人 我觉得这些话太宝贝了 要常常喜乐 这是基督徒正常的生活 要不喜乐 大概我们已经从宝座上下来了 坐宝座的人会不会忧愁啊 不会的 那么你不是 你不是 长大兄 那我们等着主回来的时候 我们等宝座啊 今天主已经坐在宝座上 主和我们十一 他在哪里 我们就在哪里 今天我们就是在天上做宝座啊 你长大兄是不是有点睡觉 没有睡好啊 说胡话 我不是说胡话 主在天上 我们也在天上 主做宝座 我们今天就会住一通在宝座上 可能今天我们有个实际的生活 主住在我们里面呢 我们要让主什么 在凡事上举守卫 让他在我们的灵里 在那里做主做王 全人呢 都受他的管制 我和我姊妹啊 结了婚之后 我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他们结婚的时候 我们就和他缘法三章 就是说将来你们生的后代啊 生的孙子孙女啊 你不能说爸爸妈妈 我们都做事啊 就请你们来帮帮忙 照顾照顾 我说我絕不干 那中国人最宝费就是汉一龙孙嘛 那个汉一龙孙呢 那是地上的教训 这么多年纪 摇摇扭不动了 腿也不方便了 在这里 这些劳苦我不干的 那生下的时间做什么 要享受主 要常常喜乐 要不住地祷告 要凡事谢恩 好不好啊 常常喜乐 因为喜乐的主就住在你我的灵里面 他从来没离开过 不喜乐这是不应当的 不喜乐是因为你没有活住一通灯宝座 没有活住在灵里一通生活 若是我们活住在灵里一通生活 无论正面的翻面的 都是叫我们喜乐 因为在过程中 主就一再地加给我们 一再地分析给我们 做什么呢 就是叫我们生命长大 这些王子王女 有一天要一通灯宝座 这是我们的命定 这是我们的命定 我们一定登宝座 但是呢 就是不要把主冷落在一边 用到主的时候 向主祷告 用不到主的时候 也不祷告 也不尝试 也不聚会 就是来聚会了以后 在这儿打个瞌睡 两个阿们也没有 那这个麻烦了 所以我们一得了救之后 教会生活 要尽量参加 诚信 不要缺席 弟兄们 说要传福音 好 我就跟着你们去传福音 就跟着说扣门 虽然我的胆子不大 但是我只要跟着弟兄们去 师妹们去 就能去扣门得人 是教会一切的活动 我不缺席 学习 活在神的家里面 儿女啊 我们这般神社爱的儿女 我们都活得健健康康 活得喜喜乐乐 天天更新变化 最终摸成他自己的形象 那今天早晨 我的心愿呢 就是和弟兄姊妹来交通 如何能进入这样的时期 在座里面长的弟兄姊妹 夫妇都是过来人 我们结了婚的人 夫妇相处容易不容易 虽然是结婚之前 选了又选 挑了又挑 结果结了婚之后 发觉两个人相亲相亲不容易 只要结婚的人都知道 和那一半相处不容易 因为那一半呢 就是主特派的一个熟天的教练 放在我们的身边 来给我们训练 你阿妹不阿妹 我不知道 我阿妹 我的这一半和我的性格 完全不一样 我要是生气的话 我可能就三天不吃饭了 最近我们去照顾一对 陈达的一个教授 我们在教头当中 他结婚已经几十年了 他说着说着 他说有一天我三天不吃饭 三天不吃饭会肚子饿吗 只喝点水 就是说明了 他爱的那一半呢 就得受不了 三天不吃饭了 不是四十天啊 就三天不吃饭 就说明了 虽然当时 追求那个死妹的事 追求他的太太的时候 是用尽了所有的办法 他说我发的信呐 表示我对他的爱的四心他的 我贴 信上的邮票啊 不是正贴 倒过来贴 一直说爱的他呀 就无法表示 就是真的 没他活不了了 那么好 但是结了婚以后呢 发觉这个受不了 一直说什么呢 所以前些日子刚刚在我们家 两人统统都受尽了 现在两人好像完全清醒 不一样 那么今天早晨 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啊 我们要把主摆在首位 一切的决定 家庭的经济也罢 儿女的教育也罢 儿女的婚姻也罢 都摆在主的手里边 让出来做决定 那这件事需要祷告 不要凭着我们外面的眼光来选 因为我们外面的眼光靠不住 我们要让主就守卫 我们坐在后面的 颜大哥在那里 你选这的那一半好不好 没有 你这个话在这里选歌啊 老年轻舍他越不越爱你 感谢主啊 主就是借助夫妇生活 儿女之间的生活 甚至和我们老一辈的生活 来制作我们 那么这是我们的命定 我们是神经二人定 我们要获主一通灯宝座 那在这里 有一件事 我要提醒 那要过这样的生活 第一 不要消灭那灵 我是丛林神的 我就要时刻 活在灵里面 圣灵丛林没离开过 就住在我的灵中 所以我是丛林神 我就在灵里生活行动 行事为人 那第二 不要描述神言之类话 在结果生活中 唱普特丁 说你弟兄 你弟兄 释放了那么多的信息 一百一百的 他说我读了读去 都是他们呢 你们呢 我们呢 阿们呢 他说没什么 这怎么不得了啊 你们他们我们阿们 哎呀 这不得了 两位仆人说流行的那个丰富 真是可以说两千年来 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 可是有的 可是有的弟兄 国家有生活 对于两位弟兄 所释放的这些信息 读起来没味道 甚至这个恢复本啊 有的人也不读 但是这是人写的 那个诸解呀 其实不是人写的 那些都是诸的歧视 都是两千年来 诸接着他的忠儿女 说歧视 写出来的 那么这些观念 我们求主怜悯我们 叫我们不要耽误 住在我们上的运行 好好地读主的话 主的话里边呢 圣经说呀 主耶稣圣经说呀 他说 活的父怎样拆我来 我是因父活着 照样是我的人 也要因我活着 我现在过得很快乐 虽然是个老年人 里里外外啊 我都觉得是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就只要 活息就够了 因为主就住在我里边嘛 所以我就有一个 唱在教会中一个宣告 不再说单独活着 那是神我共同生活 我以前做事 主和我一同做事 以前我教书 主和我一同教书 写论文 主和我一同写论文 所以我的论文呢 写了以后要升等啊 送到这个教育部啊 很快地就OK 很快地要通过 因为那个论文里边 有些经 有些逻辑观念啊 是一般人没有的 我是天上的神在带着我写的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因为我不单独生活 那我和我师妹想处的 因为他和我的性格 完全不一样 他有时候变着脸 我也没那么大的度量 有时候我也会大声啊 那大声怎么办呢 这就得罪主了 赶快就啊 赶快赶免我 赶快赶免我 张相主再回头说 对不起 保容保容 所以很难和子妹啊 一天过不了的事 大概几分钟就都过了 那直到今天 这么大年纪呢 有时候他在家里啊 叫我做事做那 我就是免费的外劳 一句话都不敢讲 出房的那个后续啊 你出来了 乖乖的一句话都不能讲 那个爹啊 不赶紧的 拖一拖 我比他大十岁啊 他不能这么 这讲得太没道理了 但是我都接受了 但是我接受的时候 不是我自己去做 就和我一通洗碗 就和我一通 这个拖地 很快乐 那叫我自己做的话 这就是你 准备的事 怎么叫弟兄做的 我说这些事啊 就是我们活住一通生活啊 什么环境都应付得了 等一下可以让他来讲一讲哈 这个张靖雄说的话 是真话还是实话 好吧 现在请你来说一下 现在请你来说一下 有一天呢 他不小心呢 半点了 不方便 坐在论院上 有好几个月啊 吃饭 睡觉 洗衣服 家里所有的问题 全都一手包办 最后我就去笑 我是免费的外劳 我说的是假话 真话 请你来说一说 我每次觉得他上台的时候 就是我上十字架的时候 真的 但是保罗说 我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我主基督病 他定十字架 其实 可是我们就真的 你对我错 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 就叫我们转眼不看虚假 不要在意人所说的 我们该在意的就是主 真的我觉得他真是 他说我是他的教练 他是我的超级教练 使我茁壮 使我成长 使我变化 在神的手中 或许有一点的用处 我真的 主为我们配合的 都是绝配 当时好大 他就说 哎呀 千跳万选的 到后来好像 不是这样 因为不是这样 才使我们的心 更多的转向主 才能够更经历 主 你是我唯一的至宝 阿们 我真的很感谢主 他各方面都很优秀 也很爱主 也很丰富 那我就跟着 我就觉得 我就很蒙福了 刚刚他提那节经节 要常常喜乐 不做的祷告 凡事谢恩 我当初也很喜欢 这节经节 但是领战领拜 领拜领战 一点都不会常常喜乐 也不会 不做的祷告 凡事谢恩 但是我觉得后面那句 就非常的宝贵 他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那个后面那句 才是我们得胜的秘诀 我们常常凭着自己说 这个还不简单 常常喜乐 我常常为了我不能喜乐 我主啊 我就是喜乐不起来 我求你拯救我 我向主悔改 这主要知道 我做不到 那我就是向主悔改 但当我读到 就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所定的旨意 阿们 我觉得我有救了 我觉得我也有路了 阿们 当我转向主的时候 阿们 真的 神对我就是全辈的供应 阿们 真的 我想这个 每一家都一个难念的经 这个经啊 交给主来念 应当一无挂律 照凡事界的祷告祈求 叫我们所谓的告诉神 选手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 你在基督耶稣里 保卫我们的心怀意念 其实这个心怀意念 是不得了的事 一生的果效 都从我们的心发出了 阿们 我们心上对准主的时候 我们就有 真的基督的平安 在我们里面做主 我是觉得 我越过 我和主越好 和主的关系 你跟他还好 我常常跟主 我第一爱主耶稣 第二爱我的爸爸妈妈妈 第三爱我的孩子 第四爱你 但是我是觉得 我如果把主耶稣 摆在地位 我后面的次序 爱谁都一样 因为我当我爱主的时候 我就会以主的爱 来爱每一个人 我觉得真的 主是信实的大能主 我是一无所有 但当我的心转向他的时候 他是向着照会 做万有的头 我对准主 我活在照会中 这就是我蒙福的秘诀 直到如今 活在现在 所站在恩典中 看看每个姊妹 这两天跟姊妹交通 我觉得各个姊妹都非常的可爱 阿伴 这个交通不是说我说什么 而且有来有往 我在台南也是这样 我很喜欢跟姊妹混在一起 真的 他们就是我的祝福 刚刚刚说过那个 尤其最近照会的带领 那个《以西节书》嘛 一直强调的是身体 不是身体所要的 不是个人的属灵 所以要经历风云火 金银合金 结果就成了四活物 我们成心的原则 我就会跟几个姊妹 因为都不是一区的 就是Skype 成心 哎呀 这样越追求 就越建造在一起了 因为那个《使徒行本》20章32节说 他说我将你们保罗说的 把你交托神和他恩典的话 这话能够建造你们 将你们和一切城市的人 同德基业 我真的是有这样的经历 一姊妹追求来追求去 不是解决问题 其实我们追求的人 这个年龄不同 背景不同 什么都不同 还有一个忧郁症者 他也要加入我们的神 神心 我们说好 实在神 你连于基督 连于身体 治百病 那就是交通开百路 治百病 就是最近就是有一个 忧郁症还蛮厉害的 看谁都不顺眼 尤其跟他婆婆 谁火不容 但是借着这样的追求 忧郁症好了 跟婆婆关血恢复了 还有一个从40年 在天主教的 也来参加我们的行列 追求来追求去 他说师母 我跟你们成心以后呢 我就把那个 我的那个Facebook上很多 那些不三不涩的东西 全部杀掉了 我现在非常可慕 读神的话 读属灵书报 我们还不是光是一同的追求 我们是一个活力牌的原则 说到赐活物就是 有的进 有的退 有的旁行 就是这样 我们这样 话到哪里 神的带领也带我们实行到哪里 因为那个以西节不是说吗 主的手是随着主的话 当你认定主的话 你相信主的话 那神就进到你所宣告的话里面 他负责成就你所宣告的话 这是主给我们的大福音 如果每一句相信呢 那主所应许的每一句都是我的 我真的享受应有尽有的 所以我觉得是很宝贵 所以我们不仅一同的追求 然后我们放假的时候 我们四活物的原则 就出去看望 看望也许姊妹的母亲 我们最近就看了 她的母亲 这个母亲得救了 还有跑到 我们是在台南 就跑到屏东 去看一个姊妹的 哥哥嫂嫂 还有就那个家 结果我觉得 你如果真的连于主的话 非常的轻盛 我们就带着人生奥秘去了 我们就围着一个圆圈 我们就读完 你一句我一句 读完了 真的神做事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祂赐灵是没有限量的 结果读到最后 我说照着我们太也祷告了 主啊我是个罪人 我需要你们祷告完了 我说照着主的话 你相信吗 我相信 那你就要受计 他说好 结果他一说好的时候 我们面面相信 哇主啊怎么那么容易 那么简单 因为我们都是姊妹嘛 我们打电话 赶快找当地的弟兄 来给他施进 就是这么简单 你怎么相信 主就这么简单 最主没有难成的事 在我们是大费周章 但主是说有就有 命一就利了 你得走主的话的时候 你整个人 没有一个难处是他走 顾不到的 没有局面是 难处是他不能解决 局面他也顾得到 他的名是我是 我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 我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 所以那是十个一百五十七首 你之所事正和我需 我心对你赞美 你压抑 我之所愿你全满足 绰绰有余 应付不疑 我实在是活在照会中很蒙恩 我看到刘帝兄 我就很感动 我觉得在年轻时候 听他所释放的信息 都就不知不觉的 就在我里面 种下来了 现在还记得 刘帝兄你跟我说的 不是你跟我说的 我听到的 就是一个老姊妹 她戴着围裙 她在做事 围裙解不开了 她主啊 围裙解不开了 主说你好笨哦 你为什么会把围裙 转一转就解开了 哎呀 那个时候我就学了 和主可以谈心的 和主可以情心同意的 我就学来了 所以刘帝兄 好多他讲的 我都觉得 他好像是两拨千斤 听起来很简单 可是都是有大学问的 阿们 你们要去行就服了 我还听到一个 我只稍微再提一个就好 他用爬山的 大家吃着喝着 又种着个不得了 我就休息休息 再走还是种 怎么办 坐下来 把你提的 你这个都吃到肚子里 不但减轻重量 还重新得力 都是留弟兄给我们的供应 哎呀 太多了 我就不提了 所以如果我们 留心在教会中那些 真的那个长者 他说什么 你不要是吗 真的吗 假的吗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 你信是真的就是真的 对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我是觉得我 真的是很有福气的 我和主的关系 是越来越亲 主也是说话的神 阿们 我可以了吧 还有可说的 你叫我说什么 你提示一下吧 阿们 你怎么爱我 我怎么爱你啊 我是觉得我越爱主啊 我就越爱你 我不爱主的时候 我觉得你并不可爱 真的 真的 我实在是知道 他刚刚说 他说我们两个脾气真的不要 我觉得很奇妙 我看重了他就不看重 他就觉得 没有问题 他刚刚说到我说 我两年前 那个膝盖 那个病不 衰裂了 现在两年多了 还是会痛 结果他不是说吗 他什么什么 你当什么非拥啊 什么拥啊 我怎么搞的 你讲的跟你做的不一样 我们这王女在这里 王子在这里 那我是王女 你扶持王女很神气的 他不觉得他神气 他说他是用人 你看 这不自贬身价吗 所以一件事啊 你从什么角度看 那我呢 我觉得我还不是失去了 我那个病不 那个开刀两次 那个疼痛 我觉得我失去了 我厨房的地位 他一掌权啊 东西给我东放西放 我用的时候 请问你放在哪里 我早都找不到 所以这个易主了 我说你管 要不要管那么多吗 你管的 我真的不知道东西南北了 如果你把事情看得很大 你就觉得 烦死我了 但你说二主啊 虽然他没有帮上大忙 他还是有心帮忙 从深处着想 总叫我们快乐 那还有 我是来破解他所说的 他脾气也不见得很好 我们看他乌鸦都一般黑的 有时候我说 德高望重的弟兄 仍然称赞的弟兄 为什么像我讲话这种高八度 主啊怎么会这样呢 主说他所以高八度 表示他非常健康 那你喜欢他健康呢 还是喜欢他躺在床上呢 主我喜欢高八度吧 到底还是健康的 后来主也扩大我 你高几度我都无所谓 真的 因为你弟兄跟我们说过一句话 你无论怎么争 千万不要跟你的弟兄争 你一定争不过他 我在生命读经上 这句我读到了 幸亏被我读到了 跟他争是没有 没完没了的 后来讲真的 他在说的时候 我停下来了 他说的也不起劲了 没有反应了 真的 主知道 当我们转向主的时候 我们接受主的话的时候 主在环境上 都把我们带过去了 那还有一点 他常常做个见证 我不晓得他跟弟兄讲过没有 他很能干 他跟他大儿子打架的事 你有没有讲过 又讲过了 举世文明 真的 他到处讲 他跟儿子打架的故事 可见大儿子也是 我想他也说过 我是为着来成全他的 那主光照他 你的儿子就是你的表现 你是不是这么说的 我都会废了 后来我们到美国 弟兄就说 现在美国需要人开展 叫我们两个留成希腊 叫我们俩为台南的亲 在职的祷告 我们好认真的祷告 祷告又祷告 结果呢 一个也不动 把我们两个老的打发过去了 我们一去就是十二年 真的我就觉得 主带我们有什么环境 当我们阿门的时候 他要求我们就许 他拆起来我们就许 都是祝福 都是祝福 带我们走不知道的路 真的 无论到哪一处 我们都是因为不喜欢而去 阿门 因为到个新的地方 我们都喜欢熟的地方 然后结果都是 不想走而走 服事正起见的时候 起来 那个弟兄就跟我说 去栽种造会树 我们也不管什么就起来了 又一个新的地方 这样转来转去 在美国十二年 他们说我们所待的地方呢 比当地的那个弟兄姊妹走的还多 真的 如果主带我们去 主就负我们一切责任 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不喜欢的 我们知道如今非常怀念他们 所以我们在五月二十二号 他很有负担 要去看望我们以前服事的那个圣徒 那是一个最穷相披养的 美国最穷的一周 连一个百货公司金都找不到 但是我们去那里 主的同在 加倍地以我们同在 都是一家一家的得救 阿门 然后父母得救了 干妈也得救了 丈夫也得救了 有台湾的父母 我们回台湾的时候 把他的父母也带得救了 就是看见主的祝福在那里 我们照顾神的儿女 神也照顾我们的儿女 我刚刚是我们的大儿子 真的是 他说的你们都知道 我就不多提了 我们在纽泽西参加聚会的人 有一次我就听到了 说你们要奉献 把每一个孩子都奉献给主了 回来以后 张经文说 你可以跟你服事的大陆的圣徒 用电话 那是电话卡 来给他们读 就是我最喜欢读的就是 跟出得救的就是生命课程 四本都几乎都读完 他说你为什么不能跟你的儿子读 我还跟他说 弟兄服侍弟兄 姊妹服侍姊妹 儿子是该做的 他大概胆子被我打 他不敢跟儿子 他们俩杠上过 所以我就好吧 我就听命圣语献祭 我就打电话 去美国打电话 跟儿子 我说儿子 我说老妈想要给你读圣经 可不可以 每天十分钟 没有想他觉得OK 他这个愿意的话 对我来也是个重担 我真的是很紧张 因为有的弟兄也说过 服侍自己的孩子 比服侍新人还难 要像服侍新人一样 他答应的 我们就开始 我说每天十分钟 我把十钟就放在我的桌子上 一面看着钟 一面就看读圣经 一天十分钟 到十分钟 好到此结束 我怕万一我过了一分钟 两分钟 他借题发挥 说不干了 那这个不战而败了 就完蛋了 所以我就这样读 我每次读完 我都觉得对他是很大的亏欠 我主啊 我不会喂养他 我真的不会 我读完了 我好像该给他吃的 我没有东西给他吃了 但奇妙 我总是觉得不够 我就是这样 可是有一年 我们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他接我们 接我们平常 他那个车上 都放流行歌曲 他接我们 我们就听了吧 那次回来不同了 放诗歌 我觉得我的耳朵 是不是有问题了 我问爸爸 什么叫神的经纶 什么叫 什么叫酒的恢复 掉了也变了 就是 我虽然觉得不行 但是我看着 就是这个结果就显在眼前了 后来我才知道说 不是我能够帮助他什么 而且神对我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他听见了神的话的 神的话就在他们里面运行了 有一年文帝六地文公说 你的儿子是个屈负者 但一个阔弧 一直观察期间 还不能正式上任 再过了半年 他说 阔弧取掉了 所以真的 他得着祖的言语 祖的话就在他里面做工 使他长大 使他变化 真的 后来我就要到底去看到 我这个儿子带的聚会怎么样 我们就特别去他的小区带 哇 我真的是 庆出一来 生一来 比我老子带的好多了 那个老子一讲话 就不会刹车 儿子呢 他们全区的 每一个都进工用 没有不神言的 我还说 儿子比你行 所以我的重点就是说 再也不能的 再神凡事都能 所以对祖这么有信心 也是祖他一再地将他的心怀向我们敞开 那在台湾还没去美国之前 你弟兄就说 你们家住在会所附近的 要家打开 为了成立 那个姊妹之家 或者弟兄之家 很不幸我听到了 我听到以后 我说 主啊你知道 我没有能力 我没有时间 我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 我说服侍 我有一个女儿 两个儿子 我说服侍个女儿 也不简单了 服侍女校 很多小姊妹 我说主不干了 我说不行 然后我就告诉我弟兄 我弟兄回答得很妙 这样你不要不自量力 这句真的深惑我心 意思是解除警报了 可以不要听这类话了 但主说话并不突然返回 那要成就他所喜悦的事 这样是他要你做的 要托付给你的 你退也退不掉 后来我说弟兄 我们好好祷告 看看主怎么说 当然我们也说了一大堆的理由 告诉我 我只说了一句话 主啊 你实在要我们和你配合的话 我是愿意和你合作 我说我真的是心有余力不足 那么这样好吧 砸了锅你就负责吧 你看我退给主了 砸了锅主负责 结果长话短说 我服侍一个学校 这样打开 他们刚来的时候 反正有恃无恐 又不是我要开始的 我就是跟那些死妹们说 住姊妹这家 不是贪图便宜方便 什么什么的都不是 换句话你不爱住你别来吧 真的也走得只剩一个了 都走光了呀 逼着我跟他住姊妹之家 还好没有住多久 那些出去的都不干的 后来不晓得 怎么住在他们里面 大概又把他们都叫回来了 姊妹之家有人满之官 要住的都要排队 最主要的是 我就和他们一同生活行动 原来是没有姊妹的 主持人是称无唯有的那一位 一个学校有六十位姊妹 那另外一个学校 比这个女中更优秀的学校 也有六十位姊妹 一个姊妹之家 反而是两个学校的姊妹 都在这里一同生活 一同聚集 我还跟张明说 我说我每个学校都六十几位 怎么来聚会的就三十位 我说好像不正常 打开圣灵好仔细看看 主耶稣说啥种的比喻 才四分之一 我们已经生了二分之一了 我说主啊 你负责就是操作我们所求所想的 所以因着这个主给我看见 以后我们出去的开展 就是主是你打翻我们去的 你必与我们同去 所以各方各面都经历了主了 还有主 最近我得到一节经节 我觉得我愿意分享给那位姊妹 就活的父子们拆我来 我又孕妇活着 叫要吃我的人 也要因我活着 我们都愿活基督嘛 但是好像找不到路 就是活不出基督来 主是跟我说 吃我的人 也要因我活着 主是明明的把这个路摆在我面前 主说活的父怎么拆我来 我因父活着 我不求自己的义住 我不求自己的喜悦 主在父面前的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前死在神之架上 所以神之架上神为之高 那你愿活我的话 吃我的 最近越想到那个吃我的人 这是唯一的路 吃他就是接受 接受是主在哪里 主在我的灵里 我需要 情深个人密切的关系 主在哪里 主在话里面 我就好好去导读导背主的话 而且墨写主的话 那主在哪里 主在中子面之间 我是觉得主 最后主是无所不在的 我不能放弃我的聚会 而且我看看天 看那一切 我都长到元首基督 主真的有点开启过 不是 私福音是主的生平传记 当然主怎么过日子 我们也跟他一样的过日子 但是我是觉得 我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就是更大的开启 我们所接触的人事物 无论高昂 让你高昂的 让你下沉的 你喜欢的 不喜欢的 你都能够从主领受 都是祝福 因为我是一个 好得理不饶人的人 有时他讲的不准确 我就很生气 我说你又变掉了 你又变了 变了版本了 我有时候会这么想 后来想想 变了版本又怎么样 你不要在意别 转眼不看虚假 你只要专眼 我专眼 专看我的旧主 我心已经在天 我口不说别的题目 只说以主相见 路上荆棘不过助我 众勇敬前得福 我觉得或者诗歌 或者是神的话 对我都是莫大的开启 所以他说 吃我的也是因我活着 遇到你不顺心的事 或者孩子 或者工作 这些事情 都是让我们 人的一个眼神 就把你从天上掉下来了 是不是 但是主说 不过帮助我们的 从主领受 主不许可 一个头发都会掉 那主就应许我们说 既不令习致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死了 其他也把万有 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 我们往往得走万有 但是没有得走基督 那基督是唯一的实距 那你就白干了 白活了 所以当我在任何为难的 高昂的 任何的人事物中 我得走了基督了 我就文赚不赔了 到建筑面的时候 可夸 我没有空跑 也没有徒劳 可以了吧 太多了 我得讲几句就请我们敬爱的六弟兄来交通 好 你看是不是先妻 先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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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孩子来说是两母了 那所以两个人不一样 有这个结果 就是结了婚之后 我们两个人定了一个月 今天结婚 明天两个人就跪下来祷告 这个政策 对了 几十年来没停下 假可能会吵 但是没两分钟就解决了 但是就祷告了 一直持续到今天 无论在国内在国外 我一直或是没有 就同行和一人祷告 这件事我也建议在座的 院长的 要过健康的生活 和老伴 又过又相爱 两人一同祷告 好不好 好 假如我们是这样的话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啊 下面有句话呀 全愿和平的神 要亲自使我们全然圣灵 那假如我不在灵里面 他怎么亲自 所以主要亲自来啊 圣灵我们 全然圣灵我们 我们今天就需要接着祷告啊 我们要在灵中 使用一通生活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过关 因为他这里说呀 千愿和平的神 亲自使我们全然圣灵 不都是打住 条件 条件就是我们要多祷告 不要表示神啊这句话 不要啊 这个离开我们的灵啊 在灰里面打转 就是学习老板呢 一通来祷告 要是这样的祷告 这样的事情啊 下面的祝福是无限无量了 因为主已经开了包单了嘛 他要亲自 他就是那包罗外的灵 住在我们的灵中 所以我们需要什么 他都供应无缺 听这面阿们不阿们呢 阿们 但是你要在这里打转呢 你会气呀 老板怎么那么和我找麻烦呢 刚才他说的 但是他现在很爱我呀 爱到一个地步啊 我三个孩子 我是第四个孩子 我说的对不对呀 感谢咱们一做 那当然下面也有些经过的话 但愿呢 下面的事 我们不要 我们就留意要实行 还有各种的恶事呢 也尽力了 远作 你不要去做 就一次一切 各方面的祖都预备好了 今天只要我们好好地在灵里 过身体的生活 藏身在祖的里面 或逐渐的一个亲密的生活 所以再带一点 就是我们和主啊 在一个贪恋爱的期间 不要离开 感谢主 这就是主的心意